大家好,我是彩虹 想无法就多吃黑芝麻 做成黑芝麻松糕,松软不粘牙 吃多了也不腻,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哦 我们先在大碗里,倒入300克大米粉 80克糯米粉 50克糖粉 充分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130克长篮水 水要边加边搅 尽量将糕粉全部都打湿 搅成颗粒状后 用手将颗粒搓开 最后抓紧糕粉能转成团 拧开后成块状,这样就是最佳状态 然后将糕粉过筛一遍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才会更加细腻 口感最好 然后撑出180克晒好的糕粉 加入60克黑芝麻粉 40克细砂糖拌匀 准备好蒸笼 铺好蒸笼纸 上面再铺一层硅胶垫 将一半的白色糕粉直接倒入到蒸屉上 用刮板刮平 再倒入黑芝麻糕粉 刮平 千万不要去按压 否则就不会松软了 最后再倒入另一半的白色糕粉 刮平 表面再撒几粒黑芝麻点缀一下 凉水上锅 水烧开后计时盛30分钟 时间到了直接开盖 取出来脱膜 防止底部潮湿 放在凉架上冷却之后 切成小块 我们的黑芝麻松糕就做好了 非常松软 黑芝麻香气浓郁 吃到嘴里细细的品味 回味无穷 只能吃出一丁点的甜味 如果喜欢吃甜的 可以再多加一点糖 吃不完的蜜蜂保存好 第二天还是一样的好吃 最后来说一个重点 做这个米糕要选择底部透气的 不能纯水的蒸屉或是死底模具 如果用死底模具 很容易造成半生半熟的情况发生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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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